老板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英雄 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 不用 不用 老板 他 他不是我家属 女朋友也行啊 行 谢谢啊 谢谢老板 不用谢啊 你们打仗保佑我们 都伤成这个样子了 我 送个鸡蛋算什么 小老子 别仓气啊 以后啊 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 我相信 你会早日康复的 这个您放心 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那就好 谢谢啊 慢吃 慢吃啊 好 这不 行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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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Chrissy的 好好喝吧 这样一般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不不感觉到你 我感觉到你 你 还想到你 请越来 穿上了 小梅 快点 穿 小梅加速啊 快点 小梅呢 小梅完成! 顾华 洪凌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睡不着 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 早上出发前打了 春生恢复得怎么样 她的情况 你知道吗 小妹跟我说了一些 国华 你说春生 她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洪凌 你别担心 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 无论如何也会把她治好的 但愿她能重新站起来 她一定能 对了 国华 你今天演讲的时候 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 有件事 春生嘱咐我 千万别跟别人说 你不是别人 对吧 我快憋死了 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那天 我踩上了地雷 那块是地后 我必死无疑 我当时满脑子响了 就只有 然后春生就出现了 我这希望 一下就有了 她要救我 可哪儿那么容易啊 我知道 她也知道 我们俩一块儿死 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 我就让她走 她就是不走 我就问她 咱们俩要是都死了 红莹怎么办 她不说话 就趴在我脚边 低着头 一直沿着那地雷 我话都没说完 她就用那匕首 压住了压黄 让我抬腿 她当时就跟疯了似的 双眼血红 我也不知道怎么 我这腿都抬起来 红莹 我当时真的做好了 牺牲的准备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腿就抬起来了 我现在每天都 每天都在后悔 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 你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 替我承受这一切 葛华 你别太自责了 我最近一直在想 春生 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